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哭 林若知道我最怕她哭了 鼻花带雨的抹眼泪 你知道吗 她得了癌症 你有事业有家庭 前途不可限量 可阿哲她只有我了 我本来想问她没父母吗 但我没问出口 有些事情 结果这么明显 在追问只是自取其辱 追林若用了我一整个大学 整整四年 我以为融化了冰山 没想到山化了水融了 把我给冲回来了 在她的酒席上 大家都在笑 恭喜她25岁 升职加薪买房子 没人知道坐在右边角落里那一桌有个前夫哥 我只能跟着他们笑 笑着举杯说今天我们之所以欢聚在这里 是因为 是因为我他妈就是个大傻X 然后我感觉脸上变得湿漉漉的 我开始唱毛不易的歌 一杯敬自由 一杯敬死亡 一杯敬给往后不属于我的新娘 我以前觉得她的歌词矫情 现在唱起来生情病茂 感同身受 痛 太痛了 林若可能是怕我喝多了闹场子 他真的 我哭死了 他最知道怎么拿捏我的软处 他说 沈克 我从来没见你哭过 别让我心疼好不好 我们继续做朋友 我醉眼朦胧地说 可是我没有第二套购房福利了 满桌宾客 安静如鸡 然后我听到从身后传来 娇俏而毫不掩饰的嘲笑 宴会厅走进来一位陌生的大美女 我问她 你笑什么 我伤感地说 你有没有用命爱过一个人 美女站定在我跟前 没有 但我想娶你狗命 我得承认 我真不是能喝酒的材料 之前刚入职场 老惯例 饭桌上被框框灌酒 第二天老板说啥让我放假 从此带我去酒局 绝对拦着 不给我沾半点 要不是她成年已婚 我都怀疑那个了 你真行啊 审客 开发商说 干了这杯酒 下个项目投标考虑你 你说她那杂钱出国的儿子不争气 不如将来位置留给你 我让你赶紧给人赵总赔个不是 拿出点诚意来 你说你大学学过拉丁舞 非要跳上桌子给人扭一段 拦都拦不住 总而言之 我从酒店床上醒来的时候 头发乱七八糟 白衬衣也被揉得乱七八糟 是熟悉的宿醉感 幸好 这床睡着还不赖 比我公寓里的舒服 嗯 我垂死病中惊坐起 外套顺势落在地 抖着手颤颤巍巍掀开被子 幸好 旁边没人 清白还在 眼睛往下移 卧槽 床边的红色高跟鞋是怎么个事儿 就在我倒吸冷气的时候 房卡低了一声 女生身材窈窕 还是那身如火红玫瑰的长裙子 只是换上了平底鞋 她自然而然地把装早饭的袋子往茶几上一丢 哟 还活着呢 前夫哥 还赖着呢 怎么的 非得我八台大轿请你才肯起床啊 我曾经 一向非常鄙夷的狗血桥段此刻 就在我眼前 女生吃的扎破豆浆 就像扎破我脆弱不堪的心脏 我捂着胸口问她 昨晚 昨晚该发生的 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女生一言简一概 你要多少钱 我开始Q流程 而不对 我开始他妈的真正慌了 按照一般逻辑思维 不太有人能看得上在前任婚礼撒酒疯的前夫吧 何况眼前还是个明艳活泼的美少女 咦 不好奇 你都说了点什么吗 少女巧笑倩息 又用牙签戳了个小笼包 横竖集团的二老板 存款一百个 在西江那边两套房 一套让给前妻了 求复合挽回了七次 单方面给人家打电话二十八次 我头脑一嗡 无抽烟喝酒不良嗜好 业余喜欢爬山游泳 腹肌六块带考察 我牙关一紧 身高一百八十二 体重六十八 还有你的本钱 停 停 这个就别说了啊 女生乖巧地做了个封嘴的动作 但还是补了一刀 本钱还不错嘛 我就是再好脾气的人也被他惹毛了 脸色也冷了下来 关你什么事啊 我有邀请你帮忙吗 一面说一面抓起地上的外套 胆了胆 飞快劈在身上 然后找车钥匙找手机 是 昨晚上我喝多了 失态了 你有要求提要求 我又没得罪你 没必要这么搞我吧 女生愣了愣 似乎没想到我发火什么样 但也没见多害怕 愣了两秒吧 笑了 笑出两颗尖尖的小虎牙 沈克 原来你也会凶人啊 这下轮到我愣了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 他吊廊当 敲着二郎腿 全部顾自己还穿着裙子 昨晚上你自己招供的呗 目光触及那一大片白晃晃的大眉腿 我迅速别开了眼神 我懒得和你多说 说完就要夺门而出 他的声音从后面追来 喂 前任的酒都喝了 早上的周固吃点 吃你个头啊 我一边进电梯一边订票 巴不得自己立刻在这座城市消失 梦醒了 该回去继续当社畜了 叮 电梯到一层 信号姗姗来迟 我母上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哪个杀千刀的把我给卖了 我无精打采的接听 喂 妈 人接着没有 变化大把 你老妈我看照片都不敢认 电话另一端 传来我妈难掩兴奋的声音 你说人家烟烟啊 怪不得是跟你从小长大的交情呢 这好几年没回国一回来就找你去了 谁 我当机在原地 你傻了呀 还能有谁 烟烟 住咱们隔壁的那个小男啊 我人刚刚走到酒店门口 向日葵寺的一个猛回头 酒店前台小姐姐用猛逼的眼神看着我 烟烟 我的大脑像被投了个地雷后的鱼塘 出国上高中 从此五六年没有联系的青梅竹马 玩犊子了 如果说烟烟掌握的 是我前十六年的光屁股儿童少年 七年时期非历史 现在她就可以出大拳击 人没嘴毒手段狠 现代如果有以天屠龙记 烟烟就是照明 雪见华堂她才是那麻刀的 我低声下气地敲门 烟烟笑眯眯 漫条丝里地喝完最后一口豆浆 扔进垃圾桶 然后拽着我的领带 给我整个人猛拖进房间 修长眉腿一脚踹上房门 随后雨点式的拳头就开始往我身上招呼 好你个死没良心的呀 不就是六年零三个月没见吗 居然到现在才反应过来 你今天敢走出这个酒店一步 我不打瘸你的腿 我认她出气 打得倒是也不怎么疼 只是语气中怎么听 怎么带着一股悠悠的怨念 不是 主要你这个变化也太大了呀 我试图狡辩 祸水东引 要不然你问胖东 他要是能认出来 我再让你揍一顿 哎姑奶奶别打了 胖东是从小玩到大的兄弟之一 当初炎烟一家刚刚搬来 看着他粉雕欲拙 白白净净一小姑娘 胖东就抓虫子吓唬炎烟 结果我还没来得及悄悄提醒他 就见他面无表情地抄起一把铁锹 把钻进家里的草蛇给打个稀巴烂 至于那个虫子 压根没发现 从此胖东佩服的五体投地 从任我当大哥 倒拜他当大姐大 兄弟离心之快 令我心寒 总而言之 炎烟就是一极端反差的疯疲美人 外表多明媚娇艳不可芳物 内心就能有多狂暴 他倒是停下来了 翻了白眼 我为什么要在乎 胖东认没认出来我 我只在乎你 突如其来的直球让我猝不及防 还没来得及心跳加快 炎炎嘴角露出一抹坏坏的笑容 拿出手机翻相册 某人昨晚上的表现可真的是精彩万分啊 放跑了你我找谁勒索去 我也酒醒了 渐渐能回忆起来 在凌落的订婚宴上我闹得有多么狼狈 不由得老脸一红 恐怕此时此刻 凌落和他的瑰丽团正在笑话我吧 快看那傻茶人傻钱多又或者他忙着和他的青雷竹马 浓情利益 勒索吧 我笑了笑喜欢什么陪你去商场调 不管怎么说还是自己人给解围了 我得谢谢你 炎烟轻轻撞我肩膀 嗨你不是也帮过我吗 我茫然 他姓演员瞪又忘 又忘了是不是 别别别别动手 我想我好好想想 哦我想起来了 小学初中的时候 炎烟一直都是我们那条街出了名的别人家孩子 老许家那个漂亮闺女俊得很 学习又好 俩像我家小子 到了高中 他考上了全省最好的一高 我去了周二中 胖东去了直高 包括我爸妈所有人都以为 炎烟长得漂亮 学习好 落落大方 多才多艺 即便是在最好的高中 也一定是众星捧月的小公主 毕竟她那么美好 可是高二那年 她生病了 好像是心脏有点问题 做手术之后要吃药 那种药含有激素 会让人不受自己控制的变胖 怪我疏忽大意 当时因为挤破头 想进重点班 我没有主动联系过她 直到我妈那天 在餐桌上提了一嘴 许家丫头不是生病 空科了半学期吗 听说回去后 状态一直不太好 我反驳 哪有 她可厉害了 胖冬都打不过她 我爸用筷子敲我头 傻小子 老子怎么有跟你这么不开窍的 你妈的意思是 让你去接人家 看看啥情况 都是老邻居了 让炎炎来家里吃顿饭 结果饭没吃成 因为我和人打架 直接干进医院里了 当时 我买了一兜子小零食 红塑料袋装着 骑了个自行车 和胖冬约好了 一起去接炎炎下学 但没提前跟她说 我俩手在学校门口干等 好多学生都出来了 炎炎还是没出来 直到我看到几个男生 推嗓着打闹 你和炎炎坐同桌 将来娶她当老婆 滚蛋 我才不娶母猪 对呀呀 人家家里听说拆迁了 你不想早奋斗几十年 关了灯都一样 拉倒吧 我才下不去嘴呢 你去追她 炎炎就在嘻嘻啦啦的学生中 漠不作声地搭拉着脑袋 曾经的朝气蓬勃不见了 她食指钻紧校服的边角 曾经纤细如天鹅的身段也不见了 被撑满的校服 让一群男生哄堂大笑 谩骂侮辱 但她没哭 她还是那么骄傲 只是 她毕竟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 我只觉得一瞬间 像是胸腔内的热血奔发出来 汹涌地流动在四肢百骸 眼底被此刻打翻的暮色染红 我听到了自己平静的声音 胖冬 帮我拿下东西 然后翻身下车 抓着为首的男生拖出校门外 一拳头砸了上去 随后扛起她的胳膊 一个过肩摔 其实 我练过拳击 我不喜欢格斗 我爸喜欢 逼着我寒暑假跟他去拳馆 逼我考了省赛证书 我说现在都文明时代了 谁打打杀杀的 但此时此刻 我觉得我爹真不愧是我亲爹 几个男生吆喝着上来拉我 你谁呀 谁敢碰我我揍水 谁多逼逼我揍水 奶奶的 被我们整个家属院 上上下下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姑娘 敢让你们这么糟蹋 直到炎炎略带哭腔的声音 从我背后传来 她抱住我 别打了 沈克 别打了 我擦掉脸上的血 闲增地抹到 骑在身下的人身上 把她拎起来 摁着她的头 道歉 男生被揍清一只眼 鼻血流了很多 眼神又恨又恐惧 你可以找人弄我 但你最好别落单 不然见你一次 我打你一次 除非你转学搬家 听清楚了吗 那天其实是我第一次打架 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 其实我挺俗的 打小我也喜欢追在班上漂亮女孩后面 帮她们值日 但看到炎炎被人欺负的那一刻 什么变胖了不好看了 统统不重要 那天夕阳特别好看 我记得哗啦啦吹过的风和街道两边飘落的金黄树叶 胖冬会声会色描述着我刚刚的壮举 我蹬着单车带炎烟 哪里沉了 一群虚的 炎烟将头埋进我背里 嘟囔了一句什么 啥 我和胖冬谁也没听清 他破涕微笑 没什么了 谢谢你们 兄弟 再后来 炎烟到底还是离开了那个对他不友善的学校 他家里拆迁 父亲升职 全家出国了 回忆如细沙 虽然在当时流失在掌心 但我们共同拥有过一片沙滩 不过 你承诺我了 就不许反悔 炎烟说道 我回国还没去逛商场呢 我还要吃火锅 你不知道老美那边的东西我是一点也吃不惯 现在的他又凭自己的努力和毅力瘦了下来 而且退去了学生时代的志气 举手投足 韩笑眉眼间完全就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大美女 我跟老板发微信 年假我再用两天哈 老板无脸无语 咋的 你还等着人家俩结婚再吃席 炎烟直接夺过手机 发了张我俩的自拍 哦 不是 我一追求者死缠烂打 甩不掉 他打字飞快 我拦都拦不住 老板那边干承诺了 半赏 回了个六 我知道 炎烟说是要狠狠宰我一顿 其实还是为了 陪我出来散心 没想到 有时候就是那个冤家路窄 他去是一间换衣服 我跑到隔壁 给他买咖啡 迎面撞上了凌若 和他的青梅竹马韩绍东 两个人手挽着手 同时注意到我 林洛表情微微变了变 躲开了目光 倒是韩绍东 一副得了便宜 使劲得嘚瑟的欠揍模样 哎 若若 这不是你老熟人吗 不介绍一下 那语气 那神态 就差把小人得知四个字 吸烟磕废了 我懒得搭理 他还不依不饶 哥们 有点眼力见吧 都到这种程度了 就愿赌服输呗 死赖着不走 你以为若若会心软啊 我眉头皱起 并没好权就别出院 不讲人话 就少张嘴 眼看自己的老公急眼了 林洛赶紧拉一拉他 柔风细雨地劝我 沈克 过去的事情 我们就让他过去好不好 我知道你暂时放不下 可是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你哪里来的自信 身后传来高跟鞋 击打在地面的脆响 颜颜换了香奈儿秋季新品的 莉莉领红外套 和他鲜红饱满的唇 搭配得刚刚好 气场全开 颜颜接过我买的咖啡 漫条丝里地搅动着 一双漂亮勾人的眼睛 慵懒地扫视着林若和韩绍东 林若小姐又见面了 她玩儿一笑 我觉得你大可不必误会 你只是沈克旅行过的一个地方罢了 人看惯了壮丽奇景 想在小山庄里散散步也正常 可是出生在大城市的人 是不会留在小山庄过一辈子的 毕竟人往高处走 这个道理你最明白了不是吗 句句直戳要害 说得林若眼眶都哄了 毒蛇 优雅又致命 你在这里阴阳怪气什么呢 你谁呀 韩绍东反应过来了 愤愤不平地说 哟 瞧我 光顾着说他 把你给漏了 炎炎的眼神像在看垃圾 我第一次见有人吃别人的剩饭 还砸别人的碗 天桥底下施舍个乞丐 还能听两句吉祥话呢 你是跳着脚吃软饭啊 笑你余生就靠女人讨饭吃 千万别失业哦 毕竟你这种货色流入市场 对其他女人未免太残忍了 好好好 好妈好妈 这对狗男女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零若看我的眼神 还有点复杂 不过我懒得理睬 对他纯粹专一的深爱 早就让他自己给做美了 发挥得怎么样 一走 炎炎又恢复了那副 明媚俏皮的模样 影后即别 我竖大拇指 这件外套和你很搭 我去签单 要不要再顺便买个包 他笑着撩头发 这么大方啊 田副哥 不怕我一不小心爱上你了 我叹了口气 也没有 只是忽然醒悟 不是所有的人能融化的 有些人注定是白眼狼 我赚钱也不是大风刮来 还是花在值得的人身上吧 话音落地 炎炎喝咖啡动作忽然停下 我这才意识到 最后一句话似乎过分亲密了 嗯 我倒是还不缺包 先不用买了吧 炎炎居然莫名语速快了许多 眨巴着眼睛 好久没回去了 一直惦记着阿姨的手艺呢 我顺口接道 行啊 那一块回家 见 见家长 怎么感觉 氛围更怪了呀 炎炎陪我一起 做了许多没做过的事 曾经 是我百般暗示 凌若陪我的 只是不爱的人 会盲了眼睛 我们一起去游戏厅 炎炎拉着我玩双人跳舞机 我带着她玩魔兽大战 一起去私人影院 看恐怖电影 然后她一害怕 就开始抱锤我 爆米花满天乱飞 一起去城市郊外的空地上 扯风筝放 直到累得半死 躺在树荫的吊床下喝汽水 公园里 炎炎完套圈 我去玩射箭 两个大人在儿童区不亦乐乎 直到用完了次数 我们俩巨头 一口同声 给你 她套中的战利品 我射中的战利品 是彼此小时候喜欢的玩偶 原来她还记得 原来 我也记得 晚上回到酒店里 筋疲力尽 炎炎好像是很久 没这么高强度的特种兵游玩了 神色有点憔悴 我给她买了粥 正准备看她明天回城的车票时 林洛打来了电话 她的声音绵软 带着些许哭腔 委屈得快要化掉 沈克 我刚刚参加同学聚会 现在一个人回家 感觉有人在跟踪我 我很害怕 你来陪陪我好不好 我手机是声音外放 有点尴尬 转头看炎炎 她的脸色 好像更苍白了 但是触及到我的目光 她还是弯了弯嘴角 勉强扯出一个微笑 舍不得就去呗 看我干嘛 你怎么了 我问她 脸色这么难看 炎炎是要强的性子 梗着脖子跟我说 没什么事 可她的手 分明捂在胸口心脏的位置 在那一瞬 时间悬停 凌弱的啜泣声 从电话另一端传来 我知道 我不应该再打扰你的 我抓起了靠椅上的外套 将房卡车钥匙塞进兜里 炎炎眼底 还是划过一丝落寞 的确不该 你可以联系你的未婚夫 求助最近的加油站 或连锁店 或报警 凌弱似乎震住了 电话那端陷入沉默 她大概从来没有预想过 我会拒绝她 毕竟 连出席订婚宴 这么耻辱的事 她软下语气 我还是来了 沈克 为什么 你在哪里 你从来不会对我说这样的话的 我朝炎炎伸出手 要我背你去医院吗 还能不能起来 包里有没有带急救药品 随后对着电话那端想了想 是 从前不会 但现在会 以后也会 再见 凌弱 我背着炎炎上了车 去最近的医院 医生带了点责怪的意思 既然是长期治疗的心脏病 怎么回国不第一时间来复查呢 你们这些年轻小情侣啊 真是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 小姑娘就算了 你这男朋友怎么当的 我低着头挨训 炎炎在背后偷乐 我扭过去瞪她 她朝我悄悄半鬼脸 幼稚死了 去做全身检查吧 保险一点 不用 炎炎皱起好看的眉头 我自己身体我知道的 吃点药睡一觉就好 这次轮到我说她了 你是医生 还是人家是医生 她别别嘴 我只好放软声音哄她 我陪你 咱们做个检查很快的 检查完放心了 再回家好不好 快什么快 一套检查下来好几个小时呢 一整晚也陪你 我脱口而出 炎炎进去做CT的时候 我在等候区的长椅上发呆 思绪一点一点飘远 在很早的时候 我见过一次炎炎病发的 但那时候八九岁小屁孩 根本不知道心脏病是个什么概念 上小学那会儿 炎炎是个伸手出类拔萃的野猴子 天生的戏骨 长辈面前 她是输着马尾便的优秀学生 一转头 却能把欺负钱捉的几个流利流弃的男生 堵在巷子口 那天夕阳很美好 惨叫很大声 胖冬几个调侃 我们家属院外面的乘客可凶大 被炎炎骑在身上 拳头又重又狠地砸下去 她揍完人之后 拍了拍牛仔裤上的灰 语气轻聊淡写 透着一股拽劲 下次还敢谈女生肩带吗 还敢嘴巴上没个把门呢吗 瘦得胖得 集体波浪鼓般摇头 我暗中庆幸自己不守贱 也不嘴欠 炎炎又大吼一声 一个两个哑巴了 不会道歉哪 对不起对不起 冲我干嘛 冲她呀 陈可可看着几个男生 粘头搭脑排着队过来认错 终于抿着嘴笑了 炎姐消消气 消消气 胖冬倒戈飞快 屁颠屁颠地去小卖部买汽水 怎么样 我帅不帅 这还迷不倒你 炎炎勾搭着我的肩膀 一大滴血 忽然毫无预兆地落在我手上 鲜红刺目 我和她都没反应过来 直到接住第二滴 第三滴 我才惊慌失措地大叫 炎炎 怎么回事 你你你 刚刚还混是魔王一样的女孩 就这样在众人目光注视下 软绵绵地倒下去 脸色惨白 不省人事 即便自己一身是病 还要多管闲适行侠仗义的炎炎 在人生最低谷 被排斥孤立时 也笑容灿烈张扬的炎炎 从不宣之于口 因此格外让人心疼 她从检察室出来 声音故作轻松 回去睡吧 我没事 我却执拗地搀扶着她 一面看着项目表 一面找地方 负责领路的小护士 眼神很羡慕 美女 你男朋友真好啊 人又斯文 还对你这么耐心 你可是不知道 我们天天在医院里 见过多少产妇 要签字找不到老公的 走廊里打游戏声音巨大的 炎炎轻轻笑了下 是啊 眼神看向我 是近乎错觉的温柔 她的确很好 我越琢磨越不是个味儿 哎 不是 怎么感觉我被发好人卡了呢 炎炎你倒是解释清楚啊 你这语焉不详的惹人误会啊 走廊里 小护士和她都笑了 一通检查下来 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 我开车 炎炎在副驾 审客 嗯 问个事 说呗 算了 突然不想说了 我在变闪的红灯前 无奈地停了车 你不向来有话直说的吗 这逼一半回去 是难受 你还是难受我呀 她摆弄着手指 我怕问了自取其辱 我这人要面子 怕输 我越发好奇了 心里就像被猫爪子轻轻挠 但炎炎的性子我也知道 拷问是不可能的 我也不敢 直到下一个路口 又是红灯 她忽然看向我 审客 你愿意陪我做检查 无微不至 那么耐心 是因为裴凌若很多次 早就熟练了 是吗 我正住 炎炎强作欢笑 嗨 没事 我就想听实话 放心吧 没那么脆皮 对也不对 她挑眉 怎么说 我的确陪凌若很多次 陪她从天蒙蒙亮 去星巴克排队 只为了抢那只 她喜欢的限量款杯子 陪她做美甲 陪她排迪士尼 不过 她好像觉得 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 只要我安排出了一点点差错 她就会跟我冷战 以至于我以为我的付出不值钱 以为所有的女生 都会这么难哄 她择了声 鄙视我 舔狗舔狗 一无所有 直到今天你说 可以让我先回去休息的 出医院的时候 你说谢了 声音很小 但我听得到 我可以保证 严严 我所做的一切 不是熟能生巧 而是因为你值得 你既然愿意 不顾一切来找我 我怎么能让你赌书 她窝在那里不吭声 我越来越心虚 凑近一看 那张美丽的脸庞 早就不满泪水 眼睛都哭红了 一把扣紧在怀里 沈克你是猪 你早说 我早追你不就完了吗 我们俩回了C城 胖冬毕业后 开了个网吧 就在顺道回家的路上 进去的时候 她还在那里 噼里啪啦打游戏呢 抬眼一看我 又瞅了瞅背后 眯缝眼瞬间睁大了 你小子 行啊 还是新嫂子好看 比林娜什么的强百倍 我寻思 咱们这地方 啥时候来明星了呢 嫂子怎么称呼啊 炎炎微笑着上前 然后一把凝住胖冬的耳朵 我憋笑 她疼得嗷叫 从色咪咪变成恐惧 然后求饶 姑奶奶 认出来了 我认出来了 炎姐 手下留情啊 我默默留下一包好烟 对不住了兄弟 俗话说得好 死到有不死贫道 死到有不死贫道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我妈见到炎炎 一整个洗上眉梢 喜笑颜开 欢天喜地 哎哟 我的宝贝 炎炎呀 阿姨盼 都要盼不行了 可算回来了 你说你喜欢吃阿姨做的 白酌虾和猪肘子 早都准备好了 就等你来呢 你叔叔出门 给你买烧鸡去了哈 你可不可 吃什么水果 我妈余光 偏见我 没点眼力见吗 把那水果弄了去 这个家的家庭地位 我一向很拿捏 比如现在 虽然我妈和炎炎 在沙发上谈笑风生 宛若重逢母女 那又如何 我想包柚子包柚子 想洗蹄子洗蹄子 完全不用过问他们的意见 吃饭的时候 我想吃青菜就吃青菜 笑死 根本没人敢跟我抢 我妈旁敲侧击 问盐盐 盐盐啊 你说你模样又好 能力又强 在国外不少人追吧 其实我们这一代长辈 都开放了 自由恋爱嘛 我懂 盐盐还在那里傻乐 阿姨真吵 那你现在是 有男朋友了 我妈可算问出 她想问的了 紧张兮兮盯着盐盐 结果她眨巴眨巴眼 转头看我 沈克 我有男朋友吗 我 有 有吧 高跟鞋在饭桌底下踩我的脚 有 必须有 我气沉丹田地大叫 爸妈是到如今 就不满你们了 其实盐盐答应 和我在一起了 哈哈哈哈 这个呢 本来打算稳定了 再告诉你们的 我爸长输一口气 我妈也是 我感觉很忧伤 不是 说真的 好歹在大学里面 我也算到班草的级别吧 虽然我们班男女比例三比七 好歹我也是辉煌时刻 说过那么几封情书的吧 就算少不经事 有过那么一段舔狗时期 我也罪不至辞吧 你二老怎么跟好不容易甩手一个烂白菜似的 前两天你那个前人打电话打到家里来了 我妈说 啊 他干什么 我没心意一跳 自从上次送完盐盐去医院 我觉得彻底放下了 索性将联系方式什么的一概删除 毕竟辞旧才能迎新 我跟你爸没太明白 好像是因为房子的事情 什么补房贷为款 公司不给抵扣 我妈严肃的跟我说 你既然和烟烟在一起了 我们长辈也是从小看到大的 你得好好待人家 那些不清不楚的关系断干净 盐烟替我说话 阿姨 她杀了那个女的 我亲眼所见 是她自己因婚不散 走 沈克 咱们去跟她聊聊吧 到底怎么个事 回到房间里 我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云若用了我的内部员工福利买房 该占的便宜也占了 怪我当时恋爱脑上头 一头栽进去 我也认 可她都要结婚了 那最后一通电话 我的意思也很明确了呀 说实话 我有点不太想听到她哭哭啼啼 曾经是心疼 是步步退让 是服软 现在只有清醒过后的厌烦 就算再柔弱的女孩子 我想 也不屑用眼泪一而再 再而三档武器 去胁迫自己的爱人 但事情总要有个了断 我借了炎炎的电话 回拨过去 林若 还有事吗 她听到我的声音 立刻雀跃回应 阿克 你终于肯理我了 我知道你不会 有事说事 我说 用着我女朋友的电话呢 别浪费她花费 林若沉默了足足十秒 然后声音开始哽咽 女朋友 谁 是上次订婚宴上 出现的那个女人吗 你们这么快就在一起了 你从来没想过挽回我吗 那我呢 我算什么 算她的舔狗暗底 情感污点 炎炎在旁边美好气地接话 沈柯那么好脾气一个人 让你做到这份上 你还有脸问自己算什么 林若气势弱了下来 大概是彻底明白了 我在我的心底 划掉了这个名字 恨的 爱的 求不得的 都放下了 沈柯 我就是最后 想请你帮帮忙 她犹豫再三 咬牙说道 你老板说 管理层的购房福利 仅限首付 而且必须在指定期限 分期还完房贷 虽然首付你出了 但是后续 不是你们公司的人 还是要很多钱 你知道的 韩绍东 他家里妈妈重病 爸爸也没工作 能不能拜托 用你的名字还贷 我快被气笑了 林若 你觉得我长得特别像 绿帽无悔 慈善捐助机构 是不是 真的有人娶媳妇 连一百平的尾款 都扣扣嗦嗦 拿不出来吗 还是靠前夫 自助了首付的情况下 不会吧 不会吧 她哭得上气 不接下气 你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刻薄 我又没说 让你捐钱给我 你哪怕念在 昔日我们在一起 还记得当初 妍妍忽然给我 推过来一张字条 开录音 你问她 你给她钱 她能给你什么 她眼底却闪烁着 小狐狸的脚侠 我莫名其妙 但还是照做了 呃 我给你钱 你能给我什么 林若抽气了一会儿 柔柔弱弱的回答 其实 我和她做的时候 心里想的人是你 我他妈的 所以 如果你 啊不 如果沈总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保持 地下情人关系 我说在考虑下 匆忙挂掉电话 不是 绷不住了呀 家人们 就是这话 每个字我都认得 但是组合在一起 她在说什么 她把自己当什么 把我又当什么 炎烟冲破天的爆笑 在房间里回荡 这就是你那柔卧清纯 家教森严的初恋白月光啊 沈总 我面色铁青 心如万马奔腾 等等 炎烟怎么预判到这些话的 她让我录音莫非是要 看我顿悟 她这才徐徐收敛笑意 靠近我 在耳畔喝气如懒 高级的猎手 从来不打低端局 没错 那天她从订婚宴上 把我带走的时候 就搞到了 韩少东的联系方式 因为她漂亮 红包包的又大 甚至加了双方的亲戚朋友 没人怀疑 她是混进来的 炎烟将录音打包 发给了每一个人 回到公司 我的院总老板 给我拉了的大红横幅 恭贺二老板 红杏出墙 开第二春 这都什么玩意儿 但我还是发自内心感谢她 要不是她操盘 那套房子按正规手续 还贷人还真的是我 一开始 你说写俩人名字 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老板慢悠悠的品着 我给她带个茶 还得是我位于筹谋吧 知道你小子不撞南墙 不回头 就让你亲自去看看 看清楚那女人的真面目 二环内的房子 没了我们公司的 这一层关系在 够那小子还房贷 下半生了 当然 合同到期还不完 怎么搬进来的 怎么给我滚蛋 当初 老板还不是老板 只是我大学同门师兄 两个年轻人一穷二白 就靠一股子 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在市场上死磕 我熬夜 给他写策划改方案 他替我挡酒喝到住院 真兄弟不说虚的 我也举杯 来 干了这杯东方树叶 老板 沈克 你悲胆 主要我爱人喜欢喝 带着我的祝福滚 快滚 我和言言 顺理成章地 见了双方家长 他爸爸工作升迁的时候出国 然后退休 现在在当地 也算是龙头企业 本以为我们去的他家 独栋别墅已经够好了 结果 他爸排出一串门禁卡 你们自己挑一栋先住着 顺便帮我收租子 我和你妈就先去山里养养生 这么多年了 也熬到我退休了 然后半寒酸念醋地看着我 早就和言言说了回来 他非要先去找你小子 唉 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也是一树林峰 然后被言言妈妈拽着耳朵拎走了 人家年轻小情侣的事 你掺和什么 好熟悉的招数 原来这丫头拽耳朵的功夫 是祖传下来的 我感觉身后凉凉 炎炎 我们能不能保证好好在一起 有话好好说 君子动口不动手 他笑眯眯地揽着我 笑也妩媚 怎么会这么想呢 我的亲亲好男友 在我这里 没有分手 只有丧偶 不管是他爸妈 还是我爸妈这边 我都一一解释清楚 订婚也好 结婚也好 步骤按照炎炎舒服的来 毕竟 他等了我那么久 即便是重新开始追他 我也得拿出点诚意 炎炎说看到一款 预售的玫瑰金满香钻戒 我陪他去世 他兴致很高地 在万达逛一整天 晚上去吃预定好的日式餐厅时 胖冻炸来电话 我去 哥 你前妻出事了 顿了顿 压低音量 呃 炎姐他 我怎么了 有什么事我不能听的 能能能 那男的家里悔婚了 到处说自己家儿子 花了多少彩礼 取了一个破鞋 还想给大老板当小三 你们也知道的 就在隔壁市 这消息一传开 还得了 我笑了 韩绍东传谣归传谣 自然不会说大老板就是我 那不是明摆着打他自己的脸吗 还有这个凌若也不是个善茶 胖冬隔着手机 都能感受到他兴奋的手舞足蹈 你猜怎么着 他列了个清单 要求把这些年的医药费偿还清楚 哈哈哈哈 其中印象是 他这么笑 我都担心 他下一秒要嘎过去 是给韩绍东 砸在南科医院生殖科的钱 懂得都懂 总之两家 撕的那叫一个狠 比我看街六子打架精彩多了 这才是当初炎炎录音的用意 他看我不说话 一挑眉 心疼了 我低下了头 倒不是 就是想起那一碗喝多了 要是兄弟知道也没什么 女朋友的话 还挺丢人的 炎炎哈哈大笑起来 哦 你说本钱族这件事吗 现在看来你是挺冤枉的 你说你比他帅 比他有钱 主要是婚后服务也能做到位 说完毫无顾忌的上下打量我 炎烟 你怎么现在开车起来脸都不红一下的 因为你脸够红了 他伸过一只 先手捏我脸颊 又上下一气乱摸 这硬硬的是什么 端久的小姐姐瞬间尬在了樱花屏风后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我气得掏出盒子大叫 还能是什么 是你喜欢的钻戒呀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